最近有微博爆料说有一位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的时候吃了大量的榴莲以后又喝了牛奶 结果是导致食物中毒引发心脏病猝死 也导致一些爱吃榴莲的朋友的担心 记者查证了一下 其实类似的说法去年就有了 只不过有的说法是说吃了榴莲以后喝酒 还有的说的是喝的是可乐 那么榴莲和这些食物一起吃到底会不会引发中毒 造成严重的后果呢 咱们啊来听一听专家到底是怎么说的 从那个营养学角度上讲 这个榴莲呢跟牛奶在一起吃的时候呢 因为榴莲里面含有一定的有机酸 那么牛奶当中呢含有一些蛋白质 尤其是落蛋白 那么有机酸和落蛋白在一起结合的话呢 有可能会发生沉淀 偶尔的可能会引起一些胃肠道的不适的反应 主要可能会是有一些这种像腹泻啊 这种情况可能会比较多见一些 那么榴莲跟可乐在一块同时的话呢 从营养学角度上讲 其实并没有过多的一些不良的反应在里面 因为这个可乐里面主要是一些二氧化碳和一些糖分 还有一些水 那么这个里面就非常有重要的另外一点 就是我们榴莲如果和这种酒精同时的话 从营养学角度上讲 这个榴莲里面呢含有的这种硫化物 这种物质呢相对来说可以对于我们这个酒精的分解的能力 能够起到一个明显的抑制的作用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让酒精对于我们身体的毒害的作用 可能相对来说会强一些 所以说单纯就这个病例来讲呢 这个人到底猝死的原因呢 究竟是不是因为榴莲和我们这些食物产生反应来造成的 还需要进一步的来核查 但是从现代的这种营养学角度上讲 早在1935年的时候跟我们最近的2009年做过几次比较大的研究 都还没有发现说两种食物放在一起之后 能够产生一些很严重的让人致死的呀 或者说是致残的这些反应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